哎唷 川普來了 好恐怖喔 什麼棒 為什麼川普好恐怖 聽說台股美在最大的危機 竟是川普將當選 真的嗎 還有 台積掌王換紅牌廣達開始攻 AB5的載板是AI新主流嗎 歡迎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酷酷 我主持人者者郭總 嘿來看一下 台股美在最大的危機 既是川普將當選 聽說川普要當選 真的假的 還有台積掌王換紅牌廣達開始攻 是攻的不是母的 對喔 這很笑話啦 AB5載板是AI新主流 是真的假的 我們今天先在主流之前 因為我剛才那個攝影棚 東西蛋雞啦 我不能吃東西 忍得很久 聽說今天要吃什麼 今天吃小王煮瓜 小王煮瓜 也有榮獲必比登 這個看起來不錯 黑青乳肉飯嘛是不是 香菇乳肉飯 黑青乳肉飯嘛對不對 你說這樣嘛 老王喔 小王煮瓜 小王 你不要去找隔壁老王 知道嗎 好 好不好 然後找隔壁老王 聽說老王是要偷吃的感覺是不是 喔 沒有啦 沒有啦 還現在也有個 也有個網紅分析是這個原因 這個名字 可是我們不要扯遠的 我們講的是那種隔壁老玩的意思 對 鴻杏出牆的意思啦 鴻杏出牆 嗯 你講出牆 出牆 就是你給你大舌頭 欸 它這個蠻嫩的耶 這樣吧 痛肉 欸你是痛肉 對 我是滷肉 空腦很重 欸 喔為什麼沒有滷肉 滷肉是混在一起的 它滷肉很傻啊 我們請下三位分析師 好不好 第一位最老實的陳坤人分析師 謝謝大家 來 欸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這邊有蛋 趕快把它吃掉 因為聽說兩個都沒有 我這邊趕快把它吃掉 因為一個人有兩顆蛋啊 所以只有兩顆蛋啊 太公分了 我追盤 滿滿的飯 一個蛋都沒有 連偷偷都沒有 連偷偷都沒有 蛋營養啦 蛋營養 因為有蛋的 我們有油豆腐 對沒錯喔 有蛋的就沒有豆腐 有豆腐的就沒有蛋 可是為什麼它連控肉都沒有 我連肉都沒有 它的是滷肉啦 跟我一樣是滷肉 不是 你跟我一樣是滷肉 陳老師 你要吃人家豆腐 要吃人家蛋蛋 你覺得對嗎 啊蛋營養啊 你真的吃過頭了啦 吃太多了啦 就是要不給我吃豆腐就對了 我們今天是綜合的點 有人吃控肉 有人吃滷肉 好吃 真的好吃 那個香菇很香 然後那個滷肉 也完全都有入味 很棒 真的很棒 難怪會融獲地震 要搶著吃 今天要跟大家報告的主題就是美債的部分 因為最近這幾天突然川普交易又開始盛行了 甚至像是川普的目前看起來的賭盤的勝率 甚至都高於賀錦麗 所以待會跟大家都完整的報告說 到底如果川普當選的話會怎麼辦 然後美債這邊是不是最大的危機 待會跟大家都完整說明 好 聽到下一票好不好 川普當選怎麼辦 怎麼辦啊 怎麼辦 真緊張 好 今天你說今天要吃這個 你有個可能忘記講的 你看我還給你誰好啊 今天要吃什麼 香菇 為什麼要吃香菇 因為川普危機來了就砰 就是香菇雲 講清楚好不好 就是有可能會不會造成核子戰爭啦好不好 核子戰爭碰以後不就是香菇雲嗎 好不好 就跟大家講 學術叫殉壯雲啦好不好 就這樣子 就叫香菇的雲 好啦 扯遠了啦 希望現在兩岸和平 世界不要核子戰爭啦好不好 吃香菇我們把香菇吃掉就好好不好 第二位也是帥氣的 哇 跟坤老師一樣都是183Club的 何金老師你好 我不知道世界會不會和平啦 我知道我今天吃的這個 造成我們三個已經不太和平了啦 真的假的 誇張啦 我吃豆腐而且滿滿的都是飯 我飯最多 難道我是飯桶嗎 怕你太瘦要多吃一點 不是啦 有些事情自己知道就好 不需要在公開的場合這樣大聲的講 真的 老師 因為他是黑金滷肉飯 重點的滷肉飯 因為你看你的表現也是黑金的啊 欸 是不是 很好看喔 你看我是不是把你 你看你不要只是抱怨 你看我會把你打廣告欸 是是是 好啦說坦白說啦 這今天還有這個魚湯 嗯還有魚湯 你做很好喝 這魚湯真的有夠鮮喔 是我喝過算是最好吃的前三名魚湯 真的假的 這是不是送的啊 你知道不是送的155元欸 送的你送大頭啦 現在還有送魚湯喔 我想說滷肉飯他會送魚湯啊 這是送不是送的是不是 不是 155元 我跟你講這家可以吃啦 可是我覺得沒有他們講那麼好吃 我覺得滷肉滷肉汁太少 我喜歡吃那種滷肉很多的 還是因為我們分了很多人吃這樣 對 我覺得滷肉還不夠多 應該要多一點 我覺得還算不錯 還算不錯 這個魚湯真的很鮮 魚湯不錯 對 然後這個飯呢 因為我沒有控肉嘛 等一下這個控肉的部分 就交給我好朋友 可能會當選的人 來跟大家分享 嗯 對啊 我覺得還不錯 今天老師你接一下什麼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台積電通吃AI類股族群 今天有一個 有檔股票啊 叫做那個景碩嘛 景碩就好像一碗白飯 但是你覺得它是白飯 好像 好像很清淡 結果今天就漲停了 那會不會帶動ABF載板相關的股票呢 全面都起漲呢 今天節目一定要看喔 好 今天一定要看喔 好不好 今天老師的LINE記得加一下 好不好 小阿蘇GD1788 好不好 第二位 第三位 哇今天聽說那個 又包起來了 都不知道這麼久了 還是因為爛梗好不好 都耳朵好了沒 這樣最新的是他去炸薯條 你知道嗎 真的喔 歡迎謝陳諺 國外教授你好 炸薯條 我們炸薯條 川普先生你好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他炸薯條 好不好 好不好 沒話了 你耳朵還沒好喔 所以他講話多一點 I'm 95 years old 長一歲了 講過了 不好意思 這個什麼 這是 你講那是演的那個 那個巴菲特 好不好 夠了 我們每個角色我都講同一句 左耳進右耳出不了 你滿喜歡吃魚灘的喔 他今天魚湯喝的比吃飯還快 因為他耳朵受傷啊 真的多吃一點魚 對身體比較好 因為 魚很多 好多魚喔 這是哏喔 陳老師 陳老師 你可以不要把我們心中的話想出來嗎 陳老師好多魚 好多魚 真的好多魚 我想說欸 怎麼魚肉那麼多 好多了喔 又把魚湯都給他 最多魚的湯都給他 好 陳老師你好多魚喔 好不好 你好多魚喔 結果我就在想是不是這個原因 對 所以陳老師有沒有看到魚最多 有 他好多魚 很多魚喔 好不好 OK嗎 不過說實在的齁 今天擺盤真的漂亮很多啦 你看飯阿 香菇阿 菜阿這樣 那其實我個人很喜歡吃這種傳統小吃 我真的非常喜歡 因為他自己不傳統 對 非常喜歡 那我來試一下 香菇 香菇 還不錯 真的香菇 那香菇不能吃太多會痛風 真的喔 很多人不知道 真的真的真的 其實我跟你講最重要還是要多喝水 多喝水 其實很多人多喝水 我給你介紹啊 假設你每天喝飲料 對不對 假設你飲料裡面有三塊翻糖 對不對 那你想想看你翻糖 如果你不加水 你直接吃糖會不會覺得很甜 會很甜 你加100cc 會覺得甜嗎 還是很甜 加1000cc呢 還好 還好 喝甜的沒關係 可是你水要更喝更多 好 我就是這樣子好不好 中風的川 不是中風 痛風 痛風 這個來自中風 也是來中風 嚴密神經失調 你怎麼忽然感覺像肥貓流 這樣子 耳朵中彈而已 什麼時候中風 好好耳朵中彈好不好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來 誰老師的蠟雞也加 怎麼加啊很簡單啊 點我們的標題 三個老師的蠟都可以加 點完標題又有三個老師連結都有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來 來 財經大頭條 有請寬老師 寬老師你好 來 大家好 台股美在最大的危機 竟是川普將單選 真的假的老師 好 因為其實這個禮拜的話 本來沒有什麼太大的重要經濟事件 然後你如果看財報的話 其實只有在特斯拉 因為 這星期的話在10月24號禮拜四的 凌晨 有FED公布經濟狀況的和平書 是在每一次的 連準會會議之前的兩個禮拜 都會公告的一個正常的事項 然後在出零世界救助基金也是 每個禮拜四要來做公告的 所以經濟數據 其實我覺得還好而已 那在特斯拉財報的話 也是值得去做關注 老師你說經濟數據還好 這禮拜沒什麼經濟數據 對沒什麼太大的經濟數據 但是 對但是也有一些比較偏震盪的問題 待會跟大家做完整的報告 可能特斯拉財報要注意一下啦 對對對 那因為最近的特斯拉 看起來好像馬斯克還蠻押川普當選的 欸川普好像100萬 哇 還可以抽獎欸 對 欸這個要會選欸 有人說他已經在會選了 我最清楚了 他 他這個我 反對電動車 自從他捐款給我以後 我覺得電動車其實也是不錯 也不錯 他這種捐款 我覺得他有點有情形任性很誇張 沒錯 所以 希望他能夠有一個量力的彩報 他已經有點匯選了啦 對啊 沒關係 希望不要這樣講 那叫政治獻金 好 算這個政治獻金 那個民眾黨也有人說政治獻金有問題啊 你要摸一下頭啊 演一下柯文哲啊 關於這個 要戴眼鏡啊 戴眼鏡啊 很忙欸 很忙 我現在到底要演柯文哲 關於這個 我要問木可公司才知道喔 好好 gogogo 好辛苦 可以拿下來你是川普 對 好沒事我好累 好累 我們可以講到哪邊去 為什麼要演這個 政治獻金 好來 那個特斯拉瘋 那個我覺得他有點瘋的啦 有點急的啦 有錢任性嘛 是啊 他也是人是礦士奇才啦 好不好 你看那個什麼 SpaceX嘛 發射的火箭啊 也是 哇用假的把它夾住 蠻厲害的 還可以退回來的 真的蠻厲害的 也是蠻天才型的 好不好 有錢人想法 跟天才想法有時候很難去預料啦 好不好 只是 會不會違反選霸法 那是美國 美國法律說的算 我們就不講了好不好 好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那重點是什麼 來美債啦 美債的部分今天又破底了 這個是00679B 元大20年 那目前看起來的狀況的話 因為 待會跟大家比較完整的報告 是說到底為什麼 最近的美債會破底 那原因的話 是因為在債務的部分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 如果萬一川普當選的話 會不會更有雪上加工的問題 先講債務的問題 對我們先講一下債務的 來看一下 現在的部分是因為台幣漲嘛 台幣漲就美金就貶了 他是美金計價的美債嘛 是的 今天不是TOT破底 美債ET5還沒破底 可是台灣的美債ET5先破底 是 因為台幣扁 來 看一下最新的美國財政部的表示 因為如果 最新的統計來說的話 2024年的會計預算四次 要突破到1.8兆美元 所以折合台幣的話 是57.6兆新台幣 那比上一年度更增加了8% 創下了史上的第三高 那因為如果就他債務的部分的話 創下了史上第三高的過程之中的話 你會看到其實利息的支出也會持續增加 因為如果根據他們統計 2024年的全年的利息的支出 會達到1.16兆美元 首次突破了1兆美元的大關 那另外一件事情的話 待會比較完整的說明 因為目前看起來市場在擔心說 萬一如果川普的當選的話 會讓這個債務持續增加 所以這是為什麼在今天的 最近的美債會持續在製作破底 甚至探低的一個主要原因之一 那往下看下去的話 會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最新最新的債務 到了35.7兆美元 然後最近這幾年來的預算赤字 分別來到2.77 然後1.37 跟今年的1.8兆美元的部分 所以這是現在目前 美國債務的問題 依然是目前市場那邊 正在關注的一個焦點 也壓抑了美債的一個過程 好老師所以債務太多也不行 好不好 好老師好 之前說債不買就不行了 現在債越買越多 好不好 好回來到台股好了 好今天中場上漲小漲了55點 那成交量的話是縮到 只有3521億元 因為上個禮拜五的話 還有4000多億 那原因是因為台積電 整個領頭往上攻擊 可是今天你會看到說 其實今天的台股的成交量 雖然縮到3500億左右 我認為它是一個 非常棒的一個輪動過程 因為台股的部分 雖然台積電休息了 可是像鴻海跟廣達都接起來 甚至像是一些中小型的個股 OTC的部分 也佔上了所有的均線 所以看起來就是一個台積電 先衝上去 然後先撐住指數之後 然後這個禮拜 我覺得可以開始期待一些 相關的資金去做一個輪動 尤其是它的一些相關的受惠股 你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台積電的受惠的族群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這個目前來說的話 台股算是一個蠻溫和 而且算是一個健康的輪動的過程 所以今天就是一個小漲 我覺得還OK 好回來到剛剛的頁頭影片 那往下看下去的話 你會發現說 其實在貴買OTC 就是我剛剛前面所說到的 今天的成交量的話也不錯 來到了1000億 然後呢今天的話上漲了3.77點 漲了1%多 所以這邊的話也創下了 近期的波段新高 而且重新站回來到了 月季線之上的一個過程 那再往下看下去的話 這是三大法人的部分 三大法人的話 只有自營商小賣了4億元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像是投信持續再去做一個買超 然後呢外資的部分的話 今天也買了211億 是 那那個外資喔 買超多少億台積的 好 剛剛聽說是71億的之多 所以現在目前看起來的話 三大法人的部分 尤其是在外資 它依然還在全資股這邊 比較著墨的比較多一些 71億嘛 所以大概差不多買 6千多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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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想問一下 那個陳業老師 你今天中文比我好 我想請問一下 你大盤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對 陳老師 是 怎麼樣你說 川普老師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好 那 How about the stock 你還可以cue巴菲特 好不好 I'm 95 years old 股市我們有沒有看 怎麼樣 來 股市怎麼看 Analyst 好啦 我覺得這兩天 外資回補的買盤 可以持續的再關注一下 大盤大盤大盤 對對對 我就說外資回補的買盤 可以再持續關注一下 因為畢竟 台積電帶動整個大盤上來以後 如果這個空方缺口 並沒有嚴重的回補的話 按照9月我們看到 你說哪個空方缺口 你說多方缺口 多方缺口 Sorry 你中文不好 對不起 因為在我們那邊 這個long是用長 阿show的是用短 對對對 所以我不理解你們這邊怎麼用 喔 不好意思 所以有一點 美國盤白 美國玉縮是代表 掌阿 跟你們有點相反 所以我來這邊 一直搞不清楚 紅燈我就一直走 綠燈我就停下來 對對對 very 多方缺口如果沒有嚴重的回補 我講長黑的話 其實我覺得整個效益已經有帶上來了 我覺得 持續墊高去突破2萬4這個機會 其實是蠻高的 其實是蠻高的 阿 해요 gratitude講師 我覺得今天看到大盤的部分在高檔震盪 那小型股的貴買指數卻逆勢一直向上走高 我認為其實就大股漲多了 就休息一下資金有點散到貴買指數 帶動小型股間很多支漲停榜 所以我覺得現在也是一個健康的資金輪動 所以我覺得這個多頭格局沒有改變 所以大盤的話震盪震盪繼續走高的機率 是會比較大的 大盤震盪走高機率比較高 好 所以都有機會創新高 老師我們繼續看下去 然後外資 老師他被嘎死了受不了 現在又在加空 對 我覺得應該是說有一些避險的單子吧 因為如果就今天或是上禮拜 因為我們那個小摩 摩根大通說台股29,000 我覺得這個很不負責任 他看出來就是他只要24,000他就要給你空很多空單 你有感受到吧 老師有吧 所以你說一下子24,000這個壓力 我覺得不是那麼快可以化解 你認同嗎 24,416 26歷史高點是需要被化解的一個壓力區 還需要時間對不對 沒有這麼快 你說喊2萬9 老師我們喊3萬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什麼時候而已嘛 外資分析是不能這樣單的啦 好不好 我覺得是這樣子 老師你繼續說 好 所以我們今天做了一些逢高避險的空單 那這是現在目前的外資的狀況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剛剛看到我們剛剛在講的 到底川普他當選的話會有什麼樣的問題發生 因為如果我們看到最新最新的川普交易 那川普交易的話就是指說川普的政策 還有他的政策動向的一些相關的一些投資的標的策略 比方說像是川普媒體啦 或像是黃金這些相關的一些商品的部分 那會發現說其實在最新這幾天 有一個比較明顯的過程 從9月23號開始突然那個美國的賭盤 開始在壓住川普當選的幾率 開始往上去做攀升 甚至到最新最新 這是最新的數字 這個是在賭盤的部分 壓住看好川普當選的幾率的話高達了56% 然後呢壓住好賀錦麗當選的幾率的話是47% 現在目前拉鋸已經拉開到9%之多 那為什麼會這樣的原因就是會發現說 怎麼好像看起來川普這個聲望越來越好 越來越多 對啊 所以我最近聽不到那個賭錦麗的聲音 我聽到川普的聲音 對啊 都是這樣子 都是這樣子 像他今天那個八卦 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說今天川普是炸薯條嗎 然後賭錦麗的陣營就說他很可憐 還是說很可憐這幾個是不是 剛剛有看到新聞是說 因為今天好像賭錦麗的生日 然後結果川普原本他好像在那個炸薯條在漢堡那邊 結果他就幫賭錦麗說祝他生日快樂 然後說什麼還要送他漢堡之類的 我不曉得那是新聞去給他 去採訪他怎麼樣 反正他就是有點不安好心 拿他忙的時候他很可憐 然後我覺得他們其實賭錦麗不應該 要回答這樣子 因為川普炸薯條嘛 但是我賭錦麗說 川普炸薯條炸得很好 他應該繼續在麥當上打工 不要當總統就好 這樣不就好嗎 沒錯 高齊酸你看我都比他會講話 應該找我來做那個 諮詢來對做顧問來對 老師你說 所以現在川普也變得很霸氣 他願意祝賭錦麗生日快樂 所以現在目前的狀況 贏家就是這樣子 是啊沒錯 反而不會去計較這些東西 快輸了才會很生氣 有這種感覺 好啊 你要舉嗎 好我來舉一下 不能當不舉的人 老師我想要問啊 你是女生沒關係 嗯 你講起來關係 你為什麼要看 你為什麼要看 吉林老師呢 吉林老師 就是這樣才去練三鐵籃 你怎麼會這樣講 沒有啦 有肌肉 不要亂講啦 男生的事情 因為他不硬 所以要當硬漢 你是更過分 不會啊 其實有運動男生怎麼樣 對不對 對 聽說你膝蓋也沒有很好的 對啊 甚至要16噸 紅標互虧了 甚至16噸你蹲不下去啊 對 他是16噸 怎麼 你忘了那一天 其實競賽 32噸 32噸 對 是不是 對 來 好沒關係 你有什麼問題 老師現在川普呢 贏率看起來很高 會不會造成台股的危機 那這樣我的股票 到底是現在買好 還是選舉完後再買咧 有可能 我覺得這很好的問題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你說 好我就這樣說好了 因為如果就我自己在看 川普這件事情的話 確實是很有可能 川普會當選 那可是如果就上一次 川普當選的狀況來說的話 其實最後川普他在任內 他的納斯達克指數 竟然高漲了 飆漲了1.4倍之多 就是114% 對 所以其實川普他本質 他雖然是一個 短線上面很愛放話 然後會帶來一些 短線上干擾的人 可是如果以他的本質來說的話 我認為他就是一個商人 而且他是一個 要做多的商人 所以中長期而言 我認為股市是偏漲的 老師 可是我不好意思 有個打個岔 你講的都沒有錯 可能那時候 2016年那時候 對 台股市很痛苦啊 對 所以我要說的另外一個重點 美股好啊 台股可能痛苦啊 好 那這邊的一個補充就是說 因為這邊 真的是會有些短線的震盪 所以剛剛回答Coco的問題 就是我情願在這邊 你要有核心持股 但是你必須要有 你的加碼的資金 就是萬一如果真的有什麼 風吹草動 帶來一些下跌 重挫的事件的時候 那邊反而是讓你去做 風低加碼的機會 那如果真的等到他當選了 那你那時候 你已經壓好all in 的時候 你反而沒有那種資金去做調整 那是一個非常辛苦的過程 所以你這邊的一個操作方式 我認為是核心持股 加上 充分的資金的彈性 來面對接下來的川普的選情 好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這個最 最誇張的老師 是 賓州被賓斗了 是 賓州19票 對 這本來上個禮拜的時候 因為決勝負就是賓州 因為19票很多 對 那目前看起來 這個搖擺州的部分的話 賓州目前川普的勝率 來到47.8% 差62票 所以現在目前是62對31的部分 這是現在目前的搖擺州的評調 台積電怎麼辦 是 你看關於搖擺州算一算 川普反而贏了 是 62加31 本來賀琴利的基本盤比較多嗎 結果搖擺州 總共被搖到 紅色去了 搖到共和黨去了 好我們再看一下 到底川普會不會贏 老師你看就是川普 Media 老師怎樣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剛剛我們說到川普交易 就是包含像是川普Media 就是川普媒體 然後像是比特幣 跟黃金跟美債的部分 那川普 川普Media 他從9月23號開始 他從最低點11.75 這一波飆漲了118% 所以這真的是有人在壓住 那個川普會勝選這樣的幾率 那比特幣也漲了10% 然後黃金的話 也創下了歷史新高 然後比較反方面來說的話 是美債的部分 TLT跌了6%多 很多人覺得說 這個你這樣講 川普漲188% 漲很多 你怎麼覺得好像美債跟他有關係 看起來沒有什麼關係 有關係 看線圖就知道 是 老師我們要準備線圖 你說 好我們先幫我切一下 上一頭影片 因為剛剛那一頭影片 我還有一段很重要的地方 要跟他做補充 因為目前看起來 有市場這邊在擔心說 如果川普勝選之後 因為他會有延長 減稅的法案 然後呢 導致現在目前的稅收的減少 我剛剛已經看到已經 市值已經過高了 然後稅收還要減少 所以他會要持續發債去彌補 那個財政的缺口 所以債市的部分 會持續供過於求 所以下一頭影片 再看那個K線的時候 你就看起來就會更有感覺 因為你看 川普媒體在漲 黃金在漲 然後比特幣也在飆漲10% 結果只有TLT的部分的話 是跌了6.1% 所以這就是在擔心 如果美債會持續 再去做一個發債的過程之中 所帶來的一個問題的發生了 老師 我們來看一下9月23號 我們來看一下更仔細 好 9月23號 川普Media 這邊就可以了 老師我們看一下 是不是9月23號開始 川普開始要贏了嗎 我還記得前幾週 我們搖擺週都是誰 賀錦麗贏 9月23號開始 很明顯看 川普Media已經壓寶大戰了 然後是182% 很誇張 那你看 9月23號開始起來 你看比特幣 有先震彈這創新高 9月23號這邊更明顯 黃金拉起來了 歷史新高 真是怎樣 覺得川普來會世界大亂 會打世界大戰 很明顯的需求又來了 好老師 這邊最明顯 9月23號美債超明顯的 不然很多人喋喋不休 不知道為什麼 美債找出來 感覺 看技術線圖就知道 怎麼樣 好像川普害的 是 川普的問題 加了美債的下跌 為什麼債務 他可能延長減稅 另外一個民主黨 為什麼要加稅 為什麼要加富人稅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覺得其實政府的支出 怎麼樣 已經有點入不敷出了 所以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加稅 你不加稅 你還可以延長減稅 你在搞什麼 美債到時候覺得 可能攻擊會增加 先疊這個 那老師有沒有可能 川普反單學的 這個利空出信的 我認為有機會 有機會 因為如果就現在目前看起來的話 最壞的狀況頂多數就是這樣子 如果真的最壞狀況都已經實現的話 又是一個 預判大家的預判的一個現象 我預判你的預判 是 你說利空反而利空出信 老師那今天要講什麼 哪些股票 好那今天跟大家帶來 兩檔比較屬於全值股的系列 那第一檔個股的話 是2317的鴻海 然後鴻海我特別要說明的原因 是因為把那個線型把它縮小一點 你會發現最近我們台股的全值股 其實都漲得還蠻像的 因為你看到這邊是8月的 8月那時候的破底 然後9月份這邊就要打第二隻腳 所以在這樣打底的過程之中 其實都把那個底部越墊越高 那因為其實包含像台積電也好 你可以多切一樣的股票來看 台積電也好 鴻海也好 然後甚至像聯發科也好 都有這樣的現象 原因是因為他們真的有投資價值 所以如果就像剛剛Coco在問到的 如果真的有什麼樣的利空事件來的時候 我認為那反而是一個很好的 投資的一個好的抄底的機會 那我特別講鴻海的原因是因為 最近他發了一檔ECB 然後那個定價是定在300塊 那有些人會說 鴻海要看300塊的這件事情 我先說不一定是這樣子 因為當然這是他自己心目中 長期而言公司的一個 有機會成長到的地方 可是並不是說他喊那個300塊 就一定會到300塊 而是這個時間點你可以留意一下 明年的鴻海他的EPS 可能看15塊的話 那我認為15乘以15 就是大約225 那大約剛好是在前高234寬的附近 所以這邊他必須要面臨到 他前高的反壓區 所以至少這邊叫有投資價值 可是往上的過程之中 那個壓力區的地方 你也要稍微做一個 老師為什麼你150要成1.5倍 因為我是用合理的本益比來去看台北 因為他明年的EPS 225這邊 是啊 剛好225跟他前高234其實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這邊會是他一個 第一道的壓力區的關卡的地方 所以往上漲的過程之中 這邊如果你有的人 你可以在這邊先去做一個鴻高 獲利了解一趟 這是我的看法 好 那廣達要順便看一下 廣達順便看一下 因為其實廣達跟 鴻海最近都被綁在一起 好像好兄弟 對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兩個 台經也沒有動 鴻海廣達反而動了老師 對 那原因是因為其實鴻海出AI伺服器 GB200之後的話 其實廣達他也說 他們會在第四季的時候小量 然後明年開始大量 所以看起來進度跟鴻海交的是 一步一區 當然鴻海應該是先出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鴻海會帶著廣達走 那這兩檔個股的話 因為其實如果看廣達 他明年的EPS來說 其實這邊也都是投資價值的地方 所以這檔個股 我相信他們會一起往上走上去 但是面臨壓力區的時候 我覺得這邊也是一樣不追價 你看這邊跟鴻海幾乎長的一樣 就是前高的附近 可以先獲利了結一趟 那另外一檔個股的話 要跟大家提醒的是在聯發科 聯發科這邊長的線型 也是一模一樣的 你有沒有發現 在8月的時候破了底 然後9月份這邊的話 是打了第二支角 那因為聯發科會在10月底的時候 召開他的法說會 目前看起來的狀況的話 他的天津9400的這顆新的晶片 賣得還蠻好的 最近這幾天你還聽到說 中國大陸那邊的手機 還有因為9400這邊 去做一個漲價的動作 所以我真的覺得 可以期待一下聯發科 在月底的法說會的一些相關的說法 那如果真的看他的本益比的話 這邊也不貴 因為如果明年 我看到大部分的狀況 是喊到70到80塊 所以20倍本益比 1500到1600我覺得都可以去做看到 那當然也會遇到 再往縮小一點點 也會遇到那個前高的反壓區 所以前高反壓區的話 剛好在1500 所以這些相關的個股 全資股的部分的話 都要留意一下前高的一個壓力 只有台積電過 其他三檔的話 都要小心一下那個壓力區的一個問題 好 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個股 謝謝老師 昆老師 又帥 又溫柔 又專業 他來加起來沒 加起來了 政見期貨專分醫師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來看下個單元 熱門我最貼 創意跟雙紅 昆仁老師 創意跟雙紅 好又是我 來那個上個禮拜我來的時候 有跟大家提醒創意的部分 那其實創意如果把那個線型打出來的話 也會發現說 怎麼都跟我們剛剛前面說的幾檔個股 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在8月份的時候破底 然後呢 9月份的部分的話 打了第二隻腳 那他的頸線 我上個禮拜跟大家提醒 是在1200塊 所以他也突破了1200塊的頸線 所以目前看起來的狀況的話 是都好 那他的好其實是利空出盡的好 因為之前跟大家說過 因為他的營收真的很糟糕 然後他有說到 是因為他的大客戶的地岩的關係 所以當這些相關的一些地岩 然後利空出盡之後 我認為他在轉牆突破1200塊之後的話 他這個月季線這邊 會變成他是一個很重要的支撐區 所以這邊一樣的操作方式 就是不追高 但是如果可以隨著月線往上走的過程之中 用拉回手穩的方式去做一個承接 會是一個安全的做法 這是在創意的部分 那雙紅的部分的話 因為其實雙紅是散熱模組水冷的 一家很領導的品牌 那他的水冷散熱的部分 他的整機的部分 已經有七成可以做到自製了 所以在整個技術領先的部分 他是無庸置疑的 那最近的股價的話 他也相當強勢 因為他幾乎就是沒有回測月線 就是往上走上去 然後因為其實如果就GB200的話 他之前的法說會也有說很清楚說 他的第四季也是小量 然後呢明年的開始做一個大量的量產 所以他是真正紮紮實實 受惠到AI驅動的整個產業的前景成長過程之中 技術又領先 獲利又好 所以這場個股的話 我覺得他有一個波段的走勢 可以去做期待囉 好雙紅還有波段 請敬請期待 廣達還有達星材料 有請季定老師 廣達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最近來講 輝達已經傳出來了 他的GB200的伺服器 已經未來12個月的產能 通通賣光光了 那通通賣光的話 那他主要的供應商 廣達當然是肯定受惠 我們可以看到9月份的營收 就可以很明顯看出來 9月份廣達的營收是1551億 年增的多少 年增57% 再創近8年來的新高 這就代表說 輝達的GB200 他的營收是真的來真的 那除了GB200 這個是AI伺服器之外 其實廣達還有一個 大家沒看到的東西 就是量子運算 量子電腦 他其實啊 現在有一個研調機構說 明年量子電腦 已經進入了一個轉折階段 因為AI的需求很高 所以呢 那廣達呢 他持續的在研發量子電腦 這一塊呢 我覺得可以貢獻他未來的營收 再攀高峰 所以我覺得廣達是值得大家持續留意的 但是剛剛也有講到川普交易嘛 對不對 所以呢我認為川普當選 可能會對於股市的部分 有些震盪 但如果震盪都維持在300塊附近的話 我認為廣達確實是一個蠻好的 不錯的進場機會 大家可以看一下300塊這個整數關卡 有沒有辦法持續守住 守住都沒問題 隨時都有機會再創新高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達新材料的部分 那最近因為就是台積電持續創新高嘛 那台積電相關的供應鏈 當然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那達新材料的部分 他過去來講他是做面板材料 就是面板化學材料供應商是台灣最大的 那最近面板的一個散出 面板散出型封裝會很行 那技術也越來越成熟 那輝達也要採用面板散出型封裝這一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盤面上有很多面板相關的股票 其實都有在漲 所以達新材料他既有面板散出型封裝 面板散出型封裝這一塊的題材之外 他也切入了台積電2奈米的先進製成的 化學材料的一個供應鏈 那目前來講呢 他整個營收占比大概只有5% 5%當然看起來很少 但大家想看喔 因為他5%他成長到10%15% 就是2倍到3倍的成長 所以未來的成長空間是蠻令人值得期待的 那所以我們再看一下股價的部分 他股價跌破了225塊這個壓力 應該說叫做支撐 跌破支撐了以後你有沒有發現 馬上立刻就拉回來了 那他拉回來呢 在葛蘭碧八法來講呢這叫做 假跌破 那假跌破既然形成了這幾天 如果都能維持在225塊之上的話 我認為這個假跌破就是正式成立 那成立的話就隨時有機會會再創新高 那如果大家如果再去觀察一下他KD指標的話 他KD指標也是剛剛從底部向上翻揚 出現黃金交叉 所以我覺得這個位置是蠻值得大家留意的位置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達新材料 好 謝謝老師 接下來有請快睡著的川普 長榮跟嘉哲 長榮的部分我們可以 這個髮型真的很好笑 我們看一下長榮喔 你看10月4號不是有一個跳空缺口 當時傳出來說 啊不罷工了啦 結果航育股整個跌下來 可是你看喔 今天一漲直接填補 那所以實際上跟罷工是不是真的有直接的關聯性 我覺得其實不是 重點還是 第四季 第四季的一個需求 老師說因為歐先運價漲10% 對 整個運價已經直穩了齁 這個高手齁 你來看一下下面這個 這個來把手舉高一點 高台貴手 好 我們看一下那個簽章大戶的部分 看一下簽章大戶的部分 大人有大量 對 沒錯 我就是要講這個觀念 因為自從我註冊了政治標記以後 因為自從我註冊了政治標記以後 你怎麼要用我 自從我註冊了這個政治標記以後 我不允許 一些市井之徒冒用我大人有大量的這個專利 好不好 真的是你嗎 大人有大量 在這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你今天又來 明明我先講的對不對 Coco 我們不要再爭了 不要影響大家的核心 拿去用拿去用 來 take it take it 英文就叫 take it 那你看到其實簽章大戶在這段時間 其實已經上來了 然後呢我跟各位講一個基本面 今年應該長榮 預估大概賺56塊 因為他第三季就賺20塊 所以明年可能配息超過22塊錢 殖利率超過11% 所以最近我們 這個對於譬如說 持有他的高股息成 這個ETF 像919啦 940 我覺得搞不成會吸引到買盤 那如果 這個相符相成嘛 買盤進來買這兩檔ETF 這兩檔ETF 又跑去買長榮 欸 是不是水漲船高 對不對 用了很多的成語齁 來教大家 雖然我是adoc 但是我成語其實也不錯 謝謝 好 再來我們來談這個 嘉哲 這我每天都要跟他對話 你知道嗎 每天說嘉哲 你要注意喔 你這個股票不要亂疊喔 沒有因為我們的製作人就叫嘉哲 對對對 剛好就叫嘉哲 對對對 那這個股票很有趣 下面幫我放一下這個 投信喔 投信 好 最近這個外資也有報告出來 就是說 他的今年明年後年的獲利 看起來今年大概賺82 明年97到100 後年可以到120塊 所以是獲利 這個逐年成長 所以以本一筆來看 這檔股票算 不算貴喔 目前他的兩大客戶 Intel跟這個 AMD 佔他營收40到45% 所以也讓他的毛利升溫上來 看 第三季的毛利率 52.6已經成長了 第四季預計毛利53.1越來越好 所以 這個股票為什麼吸引這個 法人的一個買盤進來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 這個投信有上來對不對 簽帳大戶也幫我切一下好了 大人有大量 我們名不虛傳 有沒有看到 大人有大量 對不對 是不是也增加了 嚇我一跳 我想說 怎麼沒有增加 他故意切一個來嚇我一跳 考驗我的實力 是不是 千萬不要 所以這兩檔股票跟大家分享一下 實力 他剛剛有一粒鐵蛋嗎 一粒都沒有 我沒有啊 我有兩粒 我幹嘛他拿人家那一粒 沒有啊 對不對 誰坐這 是不是 對啊沒了 真的嗎 要來吧 好 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想法 加責這檔股票不錯 好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位製作相關小編相關的 是我們製作團隊很龐大 好不好 來 小小組 GP520 陳老師的LINE要記得加一下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來 股市甜甜圈 焦點股幫你圈 來 這個遊戲好久沒玩了 這什麼遊戲 你趕快下去 我跟你講他真的喜歡不喜歡差很多 如果是Eason他馬上在那邊待 真的 馬上下來了 好啦不用火製唱 不用了 不用再把好人卡給我了 我懂 I know I know Eason敢罵他都知道 真的 Eason為什麼不約他 你知道我懦罵嗎 你懦罵屁股 你懦罵屁股 我被戴口罩欸 算得是你坐在位置啊 懦罵會拉肚子齁 難怪你他肚子這麼瘦 真的真的還假的 假的啦 好嚇到我了 因為他如果真的懦罵的話 他褲子應該黃黃的 可是我剛才看是沒有 有嗎 沒有沒有 黃的啊 有嗎沒有啦 沒有黃的 他已經練法說太香 我覺得你比較黃 好我們回到這邊 我要去那整個 我跟你拚了 他頭髮比較黃 我剛好準備要 拿東西吃你就給我 他故意Cue我幹嘛 有人差點被抓到 被發現了 台積電法說太香啊 外資瘋狂搶肉刺啊 是我們看一下 對 台積電這個法說 會真的是太誇張的好了嗎 你看花旗的分析師都說出來了 因為台積電強勁的需求 第四季營收可以增加多少 13% 那毛利率的部分 也可以高達58% 這是很好的一個數字 目前來講呢 他上修2024年到2026年的毛利率 他可以估計到58.5% 58.5%其實跟58%好像沒有差很多 但是我覺得這個就很可怕了 EPS EPS他們已經估到了73.5% 73.5%是什麼意思 以現在台積電的股價去除上了73.5% 是不是本益比 本益比只有14.6倍 14.6倍不就是非常便宜的意思嗎 也就是說台積電假設長到20% 陳老師來你說 因為我受邀到台積電也演講過 幾年前啊 幾年前 而且不要老漢 不提當年有 但是當年是真的有 真的很有 其實之前外資在講2026年 預估EPS其實才60塊 我只是要呼應他說 真的 提高到很誇張 還有老師73塊現在14倍本益比嗎 差不多那時候台積電要360元嗎 前年事情嘛 那時候最低也差不多13-14倍本益比而已 對 對 所以基本上台積電如果真的七幾塊 以後 差不多股價最低 就是現在真的 對啊 就是現在 因為基本上13倍本益比台積電也算少了 本益比核流圖再下緣了 老師可能要懂一下 對啊 所以隨便 隨便這樣子如果73.5塊的話 我覺得隨便噴一噴可能都1500到1800了 對啊 我們那時候福利社有講我自己也有講 我600元以下台積電真的是老天送給大家的 結果你看 現在不可能600元啦 因為你不可能台積電來到9倍本益比啊 不可能啊 真的 這輩子沒有要見到600元的 對啊 真的太難了 應該說除非他有一個強勁對手然後轉折 不然很難 目前等一下我們看 目前已經沒對手了 對手都被打趴了 對啊 好 如果七幾塊的話那真的很誇張啊 我是覺得半信半疑啦 對啊 可是我覺得六幾塊 六幾塊也好啦 就13倍本益比也七八百啦 對啊 台股等於台積電下滑的空間不大啦 對啊 因為13倍本益比算很低了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因為這份報告現在外資都 調升了台積電的目標價 以前來我們看到花旗的部分 前一次的目標價是1500 現在調高到1540 匯豐的話是從1410 調升到這調升的比較多 調升到1535 野村也是從1355 調升到1400 那摩根史丹利是比較保守一點點 他們是從1280 調升到1330的部分 我覺得他另外一個外資是調1600 我覺得下次應該要調1680 一路發 對啊 一路發1688 不是很好嗎 感覺選車牌要麻 好不好 對啊這樣比較好嗎 那外資 我覺得外資每次都喊很高 對啊 反正喊久了都對嘛 對啊 反正錢都會變薄 股價都會越來越高 好不好 所以怎麼看呢 我認為 1600 我認為應該是 我覺得短線上就是 蠻有機會就是慢慢向上走 因為目前看起來 是沒有對手嘛 那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也要現實一點 我們不要用喊的喊那麼高啦 短線來講 如果這個跳空缺口沒有跌破的話 我覺得短線來講呢 我覺得 一千一百五十到一千二 應該今年都沒有問題啊 對啊 我說不要再看那種 喊太高太遙遠的那一種 一千二喔 一千二再省上八百點 哇 那跟坤老師 你在跟坤老師對坐喔 坤老師說 兩萬四千四百一十六點 有壓力喔 嗯 但是我覺得這壓力 遲早會破 壓力就是拿來突破的嘛 拿來突破的 對不對 人生目標就是拿來達到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是有機會的啊 所以不要太悲觀 因為其實來講我們可以看到 人生目標就達到了 達到就去買個黑金手錶 對 達到目標就去買一個手錶 對 好 所以我認為台積電的部分 我們短線就是先看這附近 震盪震盪到 他就有機會走高 先看個一千二 我覺得這個目標比較踏實一點點 嗯 那講到一千六一千八 那我隨便喊兩千也可以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手上有台積電 你之前成本很低的話 我還是建議大家 續爆持股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 謝謝老師 持續爆持股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講台積電已經無敵了 他打遍天下已經無敵了 他過去還有競爭對手啊 過去競爭對手 三星跟Intel現在 要不然就是虧損 要不然陷入財務狀況嘛 對不對 那個Intel都好像 可是你現在看到 我們好像有發現到 ASML 對不對 他的財報特別差 結果台積電財報特別好 那代表一件事 可能不是台積電不跟他下單耶 可能是三星跟Intel不跟艾斯莫下單耶 這是蠻有可能的 因為他們 他們慢慢慢慢 因為你知道這種東西 大者橫大 那弱的話你就越來越說 越來越省成本 就像Intel啊 很多人很看好 其實我覺得他已經走到 砍人節省支出這一塊的話 我覺得他未來 可能也很難讓人感覺到好 因為你都要砍人 就代表說你的技術 你的研發可能會慢慢慢慢的不如從前了 你的研發能力 那你帶來你的設備也可能慢慢不敢買 那你東西就越來越說 越來越說話 你真的未來還會有前景嗎 那像我們看台積電的話 他就是越來越好嘛 越來越好就是 你看他就敢資本支出就擴大 敢買就要 該買就要買 該請人他還怕找不到人耶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的話 目前來講台積電呢 已經遠遠超過他的競爭對手 而且競爭對手要複製也很難的啦 因為你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全球有九成 這邊九成的先進晶片都仰賴台積電 那如果沒有台積電的話 我跟他來分享 全球那個AI都不用做了 好不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到底有多誇張 我們看一下下面就知道 總體晶片的市場喔 台積電的四占率 成熟資產 先進折整 全部加起來 他四占率是62.3% 那其中呢 那3奈米佔了多少 3奈米佔了85% 5奈米佔了多少 佔了90% 那整體來看喔 AI晶片因為都是先進製程的嘛 AI晶片它的目標 我們可以看到台積電 AI的目標 AI晶片的目標 應該說是那個 四占率的目標 已經達到要多少 99%了 所以我認為 全球現在AI晶片幾乎都已經是台積電做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三星跟Intel根本就跟不上 所以未來來講的話 我覺得台積電還是晶圓代工裡頭最重要 而且是全世界晶圓代工最重要的一家公司 所以後續是持續看好的 那再來呢 當然如果說台積電是持續看好的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AI這一塊 AI有AIPC 現在也是慢慢慢慢的出現了比較大幅度的成長 老師不好意思 我差個話 我還是看一下商業 商業 因為你剛才講說市場那麼高 已經有法人問他就是說 你三奈米啊 你五奈米啊 這麼高 有沒有壟斷 老師這個如果是反壟斷法 反托斯拉法 這個如果施行下去 那台積電股價應該會影響非常劇烈 可是如果說他有壟斷的話 也找不到其他人做啊 這是第一個 可是反壟斷法他不管這個啊 可是他的說法是說他總體市占就是二十幾% 我覺得現在比較擔心的只有一點就是 川普會逼台積電再去美國再多色彩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對真的 其實我覺得你說 川普單選不只是沒在問題啦 我覺得更大的危險是 他會不會搞台積電 按照對他了解 YES 我感覺是會 就是要台灣多付點保護費 然後那個台積電要多去美國設廠 不是他一定對華人的印象很不好啦 因為這樣過台穎之前搞他這一道 好 我現在只有覺得 錢老師你覺得 川普你覺得 台積電 不要跑 台積電比較爛 你講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如果當初是郭董當選 然後川普又當選 那我就覺得很尷尬 對 因為那時候那個川普不是被那個 郭董弄一次嘛 還好郭董也沒當選 如果川普當選 那就會更尷尬一點點 那目前來講我覺得 壟斷這一塊我是比較沒有懷疑 我只是比較擔心就是 如果川普當選 他會逼台積電去美國設廠 因為全球都很擔心 就是說中國會打台灣嘛 那他也希望說分散一點點 好那 再來的部分就是AIPC 現在AIPC呢 其實今年大家會覺得 好像賣的沒有很好拆 80萬台 我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大家也不知道是什麼內容嗎 對 因為以現在來講呢 微軟最新他自己出的 Copilot PC嘛 對不對 那其實就是ON架構下面做的 那Copilot PC呢 你會發現 2024年因為他是整個是新的東西 那他的待機時間 耗電量 運算速度都比過去的PC來得更快 所以呢 大家暫時來講說 ON架構他接收度還沒有太高 但是也賣了大概有80萬 那既然80萬的話這個慢慢效益擴大 配合的廠商越來越多 後續他賣的就會越來越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他從2024年的80萬會一路呈現 翻倍性的成長80萬 第二年 2025年預估就會成長到5倍到520萬 到一路成長到2029年 預估ON架構就是AIPC的部分 可以成長到5880萬台 這個年複合成長率是非常可怕 年複合成長率竟然高達了136% 那當然呢相關的晶片類股 當然就是同樣是會受惠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的部分 因為你AIPC嘛你要成長嘛對不對 那你晶片的報價就會跟著成長 因為AIPC通常來講稍微貴一點點 然後晶片的那個價格也稍微高一點點 所以呢以目前來講 IC設計的那個晶片報價 有機會會提升10%左右 那如果明年AIPC 我們剛講過AIPC明年大爆發 預估會成長5.3倍 你看80到520萬嘛對不對 80萬到520萬成長5.3倍的話 我覺得相關的IC設計的類股呢 都值得大家留意 我們這邊有幫大家列了幾檔 比如IC設計的部分 有金鴻威盛還有智原的部分 那當然呢你會發現AIPC的成長 也帶動什麼 ABF載板也會跟著向上 ABF載板的部分 你看一下AIPC如果有換機槽的話 晶片的布線密度 還有傳輸速率的要求都會比較高 那所以IC載板的比如說像材料啊 還有它的成數啊都會增加 那更值得大家期待就是ABF 因為它是比較高階的 那它比較高階的話 它對於面積還有它的成數 還有整個價值呢 它都有機會成長5倍到6倍 所以市場是預估說 ABF載板的新品啊 年複合成長率 從明年開始可以達到了30% 那當然大家都知道 ABF載板 之前ABF載板都沒在長 好像被人家丟到垃圾一樣 那樣採見它 對 因為太顯是AI概念骨耶 對啊 那個金老師 你位置上有做一個美女 老師 沒錯我想問 因為ABF載板真的是跌很慘 那這個到底是起漲點 還是只是一日行情 我覺得ABF載板的相關類股 包含剛剛講的嘛 景碩欣欣跟南電 坦白說它已經在底部趴很久了 我覺得你不要說它 它是什麼起不起漲點 至少我覺得它已經相對的最低階了 已經到很低位階 我覺得再跌也跌不到哪裡去 我覺得都是值得大家留意 IC設計也是很響嘛 IC設計也是股價在低階嘛 是IC設計為什麼 跟這個 跟這個族群 跟ABF載板也有關係 我們剛剛講的是 AIPC帶動整個 IC設計跟ABF載板 整個族群一起向上 因為它的需求會提高 比如說像剛剛不是AIPC 它不是增長5倍 那晶片的需求也會跟著提高 報價也會跟著提高 所以大家都可以注意到 ABF載板 跟IC設計相關股票 這幾檔大家都可以留意 那其中呢 載板的部分 我建議大家可以看一下景碩 景碩 景碩大家真的對它真的是又愛又恨 因為它常常玩人 如果我們來時間縮小縮小 它常常你看 這邊 感覺它噴出了 噴出大漲之後 怎麼上去又怎麼下來 你這中間追進去的 所以放大一下放大一下 你這中間 你只要這中間是追進去的人 覺得它是起漲點有沒有 起漲點的一個過程 就是它漲了以後 大漲又大跌 第三個跌到88%很慘 這真的是很誇張很會玩 然後又再一波 又再攻擊上去 所以你覺得它沒救的時候 你覺得它沒救的時候 它又漲起來 漲起來你又覺得它 又OK又回來了 它又給你下來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波來講 我們整個來看 放在縮小縮小縮小 我認為這整個就是一個三角盤整 它三角盤整已經到了尾聲了 你看 三角收斂 對 三角盤整的一個收斂 你看一下三角型 波動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終於突破三角盤整的第一根 不錯 突破第一根 對 所以我認為這個突破第一根 因為它玩人太多次了 我覺得它總不會每次都這樣死掉吧 好 所以呢 我認為既然突破三角盤整 如果它未來確定是三角盤整的話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個盤整的一個高點 就是大概在 剛剛有畫出來 大概在112塊 如果這幾天 如果都回到112塊的這個附近 都沒有跌破的話 我認為 確定就是三角盤整 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 好 這看起來 你剛才畫上線 我一看就懂 是它最後一檔股票 威勝的部分 威勝的部分 它其實也做AI做很久一樣 它就是震盪很久 我們縮小縮小 你看看 它大概的區間 就在120到150 它也有點三角收斂 一點點 從146畫一下 對啊 對 那它大概就是一個小小區間整體 我覺得這個製作單位都不給我面子 146畫不就三角了嗎 你從這邊畫下來 然後這邊畫上去 三角完成 三角嗎 這要突破了 是不是很好 對 講到好像我們沒有專業性 你看壞畫不就很好 而且今天有 都不給我面子 有帶量 突破了 月線 再面再一根就整個突破三角 對 所以我覺得這也值得大家留意 對 所以今天幫大家推薦兩檔股票 好 謝謝老師 我比較故意畫錯的 讓他們知道有差 對 弄什麼畫了 好不好 吉林老師的Line要記得加一下 小組GD1788 三位老師加Line很簡單 怎麼樣 點我們的標題 或者點左上角 你如果手機拿可能 左上角點一下就會出現標題 再點一次 就有連結出現了 是的 右側就有連結了 好不好 或者下方就有連結了 也歡迎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你會懂得我們贊助嗎 因為我們不業配 沒有 我們沒有吸氣怪怪的股票 餐廳也沒有業配 食物也沒有業配 好不好 按讚旁邊的超級感謝 1000塊也好 100塊我們都感謝 好不好 每週一個週五晚間8點上線 8點上線 135解盤影片 24教學影片 這樣的話 謝光鈴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費費費費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財神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凱老師 胖哥 然後是誰誰 賣個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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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2月1週 狂大虎 閃銜 開支牆 打 哇 哇 你的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財富自由 誰能快點告訴我 你會好 怎麼大虎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殺低的經驗真的痛 黑揚季 綠長 我確實貌餘 我好愛自己的 看空 出下球 朋友 右邊是誰 賣酒噴 賣酒套 調依之前 要考慮自己 瘋狂故事福利社 地間告訴你 這倒動是很厲害的對不對 最最高 殺最低 誰又該掉這壞毛病 瘋狂故事福利社 賺來財富 墜頂賺財富 摩爾證券投庫 0800668085 0800668085 本公司經主管機關核准之 營業製造字號為 111年經管投庫新字地cin14號 本公司已所推介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省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